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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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怎么都在这儿呢 没上学呢 师娘 瞧着我的山鸡 师娘 我们就是跟张脸虎 一起去后山打猎了 晚上还睡在张脸虎 待在棚子里 可好玩的 那多危险呀 蚊虫鼠蚁的 我知道了 你们肯定是 背着先生出来的对吧 没有 没有 确实是先生让我出来的 对 可能 真的 娘 我们没骗你 不许你回家问我爹 对 你先生 不对呀 你爹平时最讨厌 杀猪打猎这些营生 怎么会 妈 你怎么了 哎呦 姐姐姐可来了 我姐夫就欺负我 娘子 你进口说 她能欺负你吗 怎么了 怎么了相公 我病入膏肓 将不久于人世了 静胡说 我才出去一天你就病入膏肓了 嗯 是那算命先生说 我这几日有血光之灾 马上就死 姐 你甭听姐夫的 她都没死 差点把我折腾个半死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您要晚来一步啊 我就命送黄泉了 相公 这算命先生的话也不能全信 我最见不得你这样了 蚊子盯个包 呼三层膏药 真小 来 起来啊 我扶你 起不来 浑身太软啊 还浑身太软呢 这一天哪 吃三碗面 昨天到现在 那没嫌着 我完了 那这样吧 相公 咱们还是老办法 有病啊 咱就请郎中 行吗 嗯 我这就去请啊 姐 姐 姐 先生 别请郎中啊 没用 你不知道 他呀 只要见到郎中 郎中说没事 他就什么事都没了 行 放心吧 我去了 看看吧 不是 现在哪儿都吵了 姐 姐 姐 我真服了您了 您能把先生弄病 还弄得这么真 什么 二能说什么 姐夫 姐夫 既然孩子们 都达到了目的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 这帮孩子呀 要打算跟张猎户 到后山去打猎 你们不是不让他们去吗 那我就扮成一个算命的先生 我就说您呢 有病了 什么玩笑 你不信呢 我给您学一下啊 这位先生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白白胖胖 宣宣腾腾 像不像 你演的真像啊 怎么会演的真像 我 嗯 嗯 嗯 姐 姐夫 嗯 你看看那个 眼熟吗 钱 姐夫 你能坐起来了 我的私房钱 对对对 这回你该相信了吧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我是算命的先生啊 那天你给我的 好啊你 布三 半成算命先生来欺骗我 我要告诉你姐 让你姐回来收拾你 古人员 不以恶小而为之 你倒好 我恶不做 姐夫 我跟您可是恰恰相反 我可是本着 不以善小而不为之的原则 帮助了这帮孩子 我在实践当中 传授他们知识 说说 我都教会你们什么了 张口硕金 弄虚做假 弄假成真 你听讲了 姐夫 这可比你 把他们关在屋子里 说文解字强得多了吧 还有 欲报相争 渔翁得利 事要成交文 你还收钱啊 我 太不像话了 还给孩子们 不是 师傅 要不然我告诉你姐 别别别 我 我还钱行 但是这事别告诉我姐呀 你要告诉我姐的话 那我把你藏私房钱的事 也告诉我姐 求你了 你不告诉你啊 行行行 我不告诉你 那这钱这事 还给孩子们 行 我还给你 我带着呢 来来 拿着拿着 传给他们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偷鸡不成 反食一把米 弄炒成竹 我的姐夫啊 你打昨天一直吃到现在了 我大病出狱 你让我补一补 安安安安 装好 你看 这是先生让铁鸡就还咱们的钱 给 谁看见我的山鸡了 先生 姐夫 你让我炖鸡 我可不知道这鸡是二闹打的 山鸡 我给你打师娘 二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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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山鸡啊 完了 姐夫 我怎么吃着有点山呢 乖孩子不哭了啊 回头师娘啊 用野鸡毛扎个胆子 打他们个满地开花好不好 乖孩子 回来 来 二闹 你俩 事情我都知道了 布三你可真行啊 你真不愧为老铁家的人 这么聪明 阴损的招你都出得来呀 还有你 你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啊 你能不能坚强点啊 别人吹口气你就迎风流鼻涕 这个大嫂 咱那个病还瞧不瞧啊 不 谁说不用了 他收了我三十文的出诊费呢 你 把手伸出来 你 诊他 把嘴张开 姐 你从哪儿找到郎中啊 怎么这么奇怪呢 你懂什么 好郎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诊病方法 郎中 怎么样啊 没事吧 没事 事大了 凭我二十多年的行医经验啊 面前的这一口啊 你怕不成喽 什么意思啊 他现在能坐在这儿 纯属是回光返照啊 那 那说什么 回光返照 大夫 我不是大夫 大夫啊 我 我还能有几日的活头啊 不择三五日 少择嘛 拿着吧 这是唯一的方子喽 看不清啊 写的什么 什么意思啊 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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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这是你最爱喝的八宝粥 来 盛嘴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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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别难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 为什么偏偏让我死 我死后 要好好照顾你姐 还有倩倩 不忍过 你别说了姐夫 哎 您放心 嗯 您死不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这一组也不当了 我我我当算命先生去 啊 没想到我还真说中了哈 爹 你不会有事的 你多多喝粥 身体很快就会好的 对 不喝了 哎 先生 您您还是喝点粥吧 嗯 不喝了 相公 那郎中说我那个 哦 要分 上面写的是 想吃点啥就吃点啥 想吃啥就吃点啥 嗯 我想吃点啥 嗯 我想吃点啥 虾 虾 没有 要不然就 鸡和鱼放锅里炸 行行行 我给你准备啊 行 快 炸 吃劲炸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你看姐夫这吃馅 现在我可知道什么叫回光返照了 先生 我打了你最爱喝的梅子酒 哎呀哎呀 相公 相公你慢点吃 别噎着 少喝 少喝 哎呀 不能慢吃得快吃 嗯 说不定没几千活头就吃不上了 爹 你别这么说 孩子 爹知道你对我好 你放心 二十年之后 爹还是条好汉 丧气 先生师娘 啊 先生师娘 先生的病好了 先生压根就没病 啊 什么意思啊 二闹 我知道你想先生 不想让先生死 先生会平平静静地走 你们可不要哭啊 哎呀先生 您哪儿都去不了 师娘请的那个郎仲 是个少爷 啊 哎呀 现在那个郎仲 正在我家的猪圈里 帮我爹扇猪呢 姐呀姐呀 你可真行 办事比我还狠呢 你请一个兽医给我姐夫看病啊 我说他这个动作怎么稀奇古怪的呢 哦 我知道了 他在看我姐夫那哑口啊 我说他闭死了 那郎仲不是贵吗 那个他便宜 我哪知道是兽医啊 你啊 那他怎么说我爹快不行了 你想啊 哪种牲口 能活到我姐夫这个年龄啊 演呀 往下演呢 在我这儿演戏 演戏 演戏 哎 先生 我可说的是千真万确啊 二闹 你的一片好心为师理了 你放心 为师不是那贪生怕死之徒 哎呀 姐夫 你生病生上眼来了 那假的你信 怎么真的反倒不信了 是啊相公 我们真不是安慰你 要不这样 我现在再给你请个郎仲 给你重新诊一下啊 不用了 花费银两不说 你还得费尽心思跟他们编排 好啦 娘子 你不是让我坚强吗 我坚强 董郎 你说这些菜 你最喜欢吃哪个 这个鸡 还有这个鱼 我带走吃 我带走吃 那现在怎么办呀 姐 咱们吃什么 吃吃吃就知道吃 都怪你弄虚作假 现在搞他真的假的都分不清了 他再这么神神叨叨的 早晚你天疯了不可 行行行 那我找他再好好谈谈 你 姐夫 姐夫 贤弟 你看 这鞦韆 这摇椅 你 都在我心里 我放心不下呀 行了 姐夫 没那么要紧 我以我的人格 人品人性保证 你没病 谈不上死不死的 你保证的这三样 人格 人品人性 你都没有啊 你就像我保证一样 等我撒手人寰 离开这人世的时候 你要照顾好我家千千 还有你姐 照顾他们一辈子 我保证不了 我还惦记你跟我姐姐 照顾我一辈子呢 想什么呢 我求你 把千千抚养成人 让你姐改嫁找个好人家 改嫁 不是 姐夫你说什么呢 再找 千万别找你我这样的穷人 要找 就找那达官贵人 有钱之人 能幸福享受一生啊 得得得了吧你 这个郭子瑜 人没死 心倒先死了 不行 我得找他去 算了 姐 你现在把大天说塌下来 他也不会信的 要不然他就不是死心眼了 姐夫这病是积出来的 兴许能给他积回去 面带菜色 两眼无光 要玩完了 姐夫 姐夫 您交给我的任务 我已经完成了 好 什么任务 您忘了 您不是让我 给我姐物色一个男人 来接你的班 我物色好了 这绝对不是个穷书生 最关键的我一提 你肯定放心 谁啊 二纳特迪 高达 高达 姐夫 你能站起来了 不不我 高达 高达不合适 他是很粗很粗的人 哎呀 你姐怎么会看上他呀 不可能不可能 可能 我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提 他们两个人是你情我愿 都对上眼了 现在他们就盼着你啊 嫁贺西游了 我 嫁贺西游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姐不会看上高达的 她呀她 她是被你们逼的 她是想让我安心才这么说的 不可能她是 相公醒了 姐 真好 对了相公 看这头花好看吗 高大送的 好看 想不到这个人哪 这么厚道 还专门送我了几根猪尾巴 我这就炖给你们吃去啊 好 来 高大送的 上课 念 欲不浊 不成器 请先生教诲 免礼 看不清啊 好 这可能是 先生上的最后一节课了 有几句话 我要交代你们 新来的先生 你们要好好地尊敬他 爱他 明白吗 先生您放心吧 我们不会辜负您的 鲜花 你这是我听到的说的最恰当的一句话 说得好 阿姨 阿姨 来帮我一下 娘 哎呀 哎呀 好啊 孩子们今天听话了吧 师娘啊 待会儿给你们做猪头吃 猪头 昨天做猪尾巴 今天做猪头 明天做什么 肘子 好了好了相公 让千千扶你回房休息吧 我不用 错了 让开 看见没有 今天能走 明天哪 就能跑了 简易四千 水性洋化 姐夫 不能了了 高大 非要把我姐接走 她说等天死了 再回了奔萨 她们未免太着急了吧 是啊 我还活得好好的 她们就这样对我 姐夫 我姐走不走的 可就全都看你了 你们盼我死 我偏不死 走找她们去 找她们去 慢点 姐夫 慢点 谁 谁 谁要抢我的娘子 你来呀 相公 相公 我在这儿呢 先得好 免礼免礼 免礼 姐姐姐姐夫 这都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高高大 那么回事 这是我跟我姐呀 想出一个主意 来鸡你的 怎么样 你都能跑了 你都 这么一鸡我 我确实好点了 但是你一告诉我是鸡的 我好像要要 你呀 你就是属白菜的 酸水一鸡 你就成酸菜了 我问你 你读的那些书 都读到哪儿去了啊 你就应该 外面山崩海啸 你自愧然不动 你倒好 不三弄虚作假 你就弄假成真 行了姐 你可倒好 为了省那几文钱 找一兽医 弄巧成多了吧 结果差点弄死先生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天底下还真找不着啊 第二个人 能像姐夫这样 在两天的时间里 在鬼门关前神游了两圈 你也值了 而且孩子们 还在欲教欲乐当中 学会了不少成语 值得表扬 孩子们记住喽 以后有困难找舅舅 别走啊 回来呀 姓花 天舅舅我想跟着四方亲 小庞他二大爷出海探险 可我爹不同意 你能让他躺下吗 去去去去去去去 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你这可清楚的 王脉啊